最近,加拿大一枝黄花火了,乍一听名字,还以为是哪个网红,但它其实就是一枝黄花,正经名字就叫加拿大一枝黄花。 这枝黄花花如其名,黄灿灿的一束花还挺好看,但是它有美丽的外表,却没有美丽的灵魂。 因为加拿大一枝黄花是个入侵物种,它的原产地在北美。 上世纪三十年代,加拿大一枝黄花作为观赏植物被引入我国。 你别看它只是一枝柔柔弱弱的花而已,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以来,单在上海地区就造成了三十多个本土物种灭绝。 加拿大一枝黄花如此厉害,是因为它强大的繁殖能力,一枝花就有约两万颗种子,它一旦开始繁殖,就会成片成片地侵占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。 除了种子繁殖,加拿大一枝黄花还会无性繁殖,它的根系在第二年可以长出很多小植株,最后长成一片。 同时,它的根系还能分泌化干物质,毒害其他植物,让它进一步掠夺生存空间,是真正的生态杀手。 所以前几天,武汉市率先吹响了剿灭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冲锋号,号召市民见到加拿大一枝黄花立即上报,以便对它进行清除。 随后,全国多个地区也纷纷展开行动。 为此,一位民警在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并拍照取证时,不慎落水牺牲,令人心痛。 其实,像加拿大一枝黄花这种外表好看的入侵物种还有很多。 在我国华南地区,有一种原产于热带的马英丹,又叫五色梅。 马英丹的花有粉有黄,啥是好看。 很多人看到它,只知道拍照发朋友圈,根本没想到它是入侵物种。 马英丹的生命力极强,有土就能长,完全不挑地方,它同样会分泌化感物质来帮它扩张底盘。 所以,马英丹早在2010年就被国家列入了入侵物种名单。 还有路边这种长得像小菊花一样的花,它叫一年棚。 外表特别清新,常被不认为是野出菊。 一年棚还是一味中药,能清热解毒,消失止线。 但一年棚也是正儿八经的入侵物种,原产自北美洲。 它的种子可以随风飘散,入侵农作物,草场的底盘,破坏生态平衡。 所以,一年棚也被列出了我国第三批入侵物种名单。 除了以上这些,还有原液牵牛,和长得跟它很像的五爪金龙,这些都是入侵物种。 它们会缠绕覆盖其他植物,遮蔽阳光,让那些植物慢慢枯死。 所以,入侵物种不仅有咱们说过的红火椅,小龙虾,水葫芦, 也有这些外表好看,容易迷惑人的花,它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不小。 小伙伴们以后在路边看到这些花,别光顾着拍照发朋友圈, 要是能连根拔起,拍完照顺手就给它灭了吧。 如果数量较多,也可以报警或者向有关部门反应。 请稍微解订点赞员通订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